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台音说乐 今天我来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就是昨天发了周深跟胡彦斌 两个人唱贼这首歌 之后有网友在评论中留言 说最近看周深的歌有几首周深在高音处 都用那些呐喊声嘶力竭的声音 会不会对嗓子造成伤害 特别是周深嗓子是比较空灵的那种 过分对声带进行冲击是否会损害声带 好这个问题呢不止一个人问 下面还有同问的 后面还有好几个都有这样的疑问 然后呢还有一个留言的说 我真的很担心他把嗓子唱坏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啊 很多网友的一个疑惑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 这个网友提出来的啊 就是说声带对声带的冲击 过分冲击是否会损害声带 就是说呃我们在周深的这个演唱中啊 在贼这首歌曲的演唱中 我们其实确实听到了他裂开了声带 对声带气息对声带的进行一种冲击 这种就是真声很多啊 然后呢声带闭合又不是拉的不是很紧啊 就让气出来啊冲声带这种嗓子呢就是有点接近于白声啊 我们讲过可能他是故意用这样的嗓子来表达一种真实的状态 这种声音用多了确实是不好的啊 就说明呃这几位网友对声乐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 嗯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因为周深本身的这个演唱 他的这个基本技巧已经达到了 已经达成了 就是他在这个声带的运用上啊 他对拉紧声带啊声带的闭合 他的这个声音的机能 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啊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他在就是一般的演唱中 他的这个声音处理都是科学的 那么这里面用了一个不科学的 我们所谓不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唱法 啊我在前一期节目里面我讲过 就当你情绪需要的时候 一切所谓科学的方法都可以打破 就是为了表达一种 比如声思历劫的一种情绪啊 我们要真实的一种感情 在这里面要更多啊接近于我们 就是呐喊嘶喊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种表现啊 所以说我之前我也跟大家 上一期节目里面我跟大家提到了 我说我们看问题 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个普遍性跟特殊性 这个其实周深在以往演唱中 啊他用的都是一种就是普遍的 符合科学标准的这样的一种发声方法 但是这里面呢 这个就是他的特殊性 就当我们特殊需要的时候 哎就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啊就跟我在我的那本流行演唱法里面 我讲到过声音的表现力啊 声音的表现力除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常规的 比如真声啊假声啊混声啊啊 啊这都是表现的一些就是表现力吧 啊然后除此之外啊 啊你比如像气声啊我们平时比较会常用的啊 比较像轻声啊平时也会常用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力 比如像挤声啊挤压猴头啊 啊然后呢喊声啊就是在高音时候 你看像这个周深这里面啊可能就用了挤啊 啊用了像胡怨饼可能是不是接近于喊这样的声音 那么这种挤声跟喊声就当你情感需要的时候 它就可以成为你的一种表现力的一种 我觉得所以说大家搞清楚 在声乐的这个学习尤其是学习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就是一般的标准化的声音的一个科学发声方法 然而当你这些方法都已经有了 好你随时可以打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啊就是说当你一种技巧你已经掌握的炉火纯青的时候 你是可以随时打破它 但是呢你没有技巧的时候 就当你还没有养成一个比如声带能够拉紧啊 声带运用的非常娴熟啊 当你的就是气息啊就是到了一个强音的时候 气息哗来的时候你声带阻挡啊力量都不够啊 还会被动的漏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训练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由于你常规这个技能你达不到 那么你在平时唱歌的时候你也会这样 那么你一直这样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 那你的声带是会磨损的 长期的磨损下去 那么对你的声带肯定是会有损伤的 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这种会用声带 而故意放开把声带裂开 而不用技巧 或者是就是说少用技巧 这个是符合规律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周深的嗓子 会因为在一两次的表演中 会损伤他的声带 其实你看啊 这种损伤 这种就是你声带用不好 就把声带裂开 闭合不言 让气磨冲击这个声带 而造成的这种一种挤声也好 或者是喊声也好 来表达某种特殊的情绪 对声带的损害其实是很可见的 你看周深唱完以后 他说我的嗓子就冒烟 现在只要说一句宝诀 我的嗓子 嗓子吵了 我嗓子也是差不多 冒烟的状态 其实他已经在这么做的过程中 其实他的声带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但是呢 这个东西啊 很正常啊 就是说 就当你功夫裂得很好的时候 我就来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那个武功吧 就是当一个高手 功夫裂得非常好 如火纯青的时候 碰到了特殊情况 用一下绝招 这个绝招用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要伤内气的 是要伤你的那个元气的 但是呢 没关系 你在特殊的时候 你用一招 我用绝招了 砰一拳 然后自己伤了三分元气 把敌人给打倒了 但是呢 没关系啊 这个当场伤了元气 我稍微调整一下 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 还没有练到 如火纯青啊 你老是在用绝招 老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去打别人 你老是在这么打 老是这么打 那你就会伤了元气 伤了元气以后 你就很难恢复 所以说武功好不好 就得看这个 唱功好不好 也得看这个 所以说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看了好几个网友 确实是在担心 周深的这个演唱 说他的嗓子是比较 空灵的又浪漫的 然后呢 用这种嗓子 会不会损伤 确实周深的嗓子呢 是相对来说 就是是比较柔和的 这样的一种声音的表现 我觉得是更适合他 对于那种 就是说力量很强 冲击力特别强的 那种表现 我觉得 就是不是他的想象 所以这个歌曲里面 你看啊 虽然周深也在极力的 要表现那种 就是说 深思历劫的一种呐喊的声音 但是呢 他即便用尽了 损伤声带的这个绝招 但是也没有让人感觉说 是特别的那种 那种强的那种冲击力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他本身的 声带条件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讲 就是说你看像周深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周深的歌路 他的风格 其实更适合去唱一些 倾向于柔和的 或者是倾向于这种空灵的 或者是飘逸的 这样的一些旋律的特征的作品 而对于那种 你比如偏摇滚的 要有很强的冲击力的 要有很非常强的 那种力度冲撞感的那种歌 我觉得他拿捏起来 肯定就不会有那一类 他现在所擅长的那种风格 更得心应手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说一个歌手 一定是要了解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周深是找到的 你看他在平时的演唱中 他没有过多的去 就是用这种 就是深思力竭呐喊的方法 但是这个歌曲 确实就是用这种表现 可能更符合歌曲本身 这是他用的 但是在一般的时候 你看普遍规律中 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声线特征 声音的这个音色的特征 在选歌 在唱歌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讲一个好的歌手 他一定是要能够找到自己定位 在自己定位的基础上 能够随时突破 这就是一个歌手 应该要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于网报的问题 这个也是跟上期的内容有关的 有一个网友提出来了 他说 游教授 之前你骂人那一期 我看了 虽然同意你的观点 但表达方式还是让人很不舒服 但当时还是决定支持你 因为想支持 冒着被网报的危险 勇敢发生的人 但是今天看了这一期 又犹豫了 原因如下 这期你说 所有人可能被网报 那如何减少网报呢 有一种方法是减少施暴人 那你上次骂人那期 算不算施暴呢 你也说在线下讨论问题 人不可能不同意的时候 就打一拳 那网上就可以不同意的时候骂人吗 好 所以我觉得这位网友 就是应该再进行一些 我上次讲的 就是说要运用更多的 逻辑去分析问题的本身 我不是为我上一期骂人的视频做辩解 但事实我上一期视频 我是反击 我不是主动的去打人 所以说这个大家有没有明白 就是说我是被网报者 就是说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来说我了 但是呢 我已经沉淀了很长时间 我这个事情已经下来了 但是呢就是又有人来了 又有人来攻击你 就是等于是之前有人 蹦蹦蹦揍你了 行了那我行 我说我原谅你了 我不跟你计较了 好了一年之后 一年多之后 我说行这个事情呢 我也忘了 你们也忘了吧 好就过去了 但是呢突然有一天 当我说一个事情的时候 又有人过来 一给你一拳 或者又有人来 给你给你给你 给你吐个口水 这个时候 好 我是反击了 好 所以说大家知道 就是说一定要明确 当然了 我觉得骂人是不对的 我那期视频播出之后 反正播出去也播出去了 就是其实我是想 就通过这样的那种方式 做一个回击 做一个反击 也让有一些这种人吧 能够提个醒 就是不要太过分 好吧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 对事物的本质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我要主动的去骂人 那我肯定是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我这个观点 如果不认同 你们也可以提出来 但是呢 我觉得网络一定是要 和平理性的讨论 这个时代不怕讨论 不怕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就怕的是 你不了解别人 当你还没有理解别人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喷它 我相信 有一部分的网友 他们是根本就没看完 我的整个视频 20分钟 30分钟 如果你看完了视频 然后你再来 说我 或喷我 我也 接受 我也认了 但是呢 我估计有很多这种喷子 它是30分钟 我后面讲的很多道理 它根本就是没听 所以它就又来喷 你看就是 这又有一个 我本来不想说的 我说到这了 你看啊 他说你认为这样不对 就是上一期我说周深的 就是说胡彦斌的这个在颗粒性节奏上表现比周深可能会更好 然后呢 他说你认为这样不对 那你唱个对的给大家看看 所以说我就说了 又一个 就是不好好看我视频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知 又开始泛滥了 我们讲过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不断的讲过 那今天再讲一次 让乐评人去唱歌 这就是你的一种无知 你比如说要在打拳击 那个裁判 裁判为什么可以判拳击 因为它是职业的裁判 然后你说来你打一个 你判他输了 你跟他打一个 你打得过他吗 那不就是无知是什么呢 所以说很多时候 就同一个学科里面 同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专业 都是有更细的分工的 好吧 乐评人的分工就是听音乐 找出问题 提出批判的意见 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 再往前推进 那歌手呢 他就是唱歌嘛 歌手就是唱歌 你一个吉他手就是弹琴 就是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工种 我讲过 流行音乐是一个工业线 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这么一个工种 产业一个发展的产业链 你说乐评人可不可以让他唱歌 可以的 我有时候也自己偶尔好几嗓 自己呢拿个琴 拿个特别烂的弹唱 特别烂的水平在那弹琴 那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情感 我唱唱歌 抒发一下我的感情 我有什么错呢 是不是 我写我自己的歌的时候 我拿吉他作为一个工具 我写一写唱一唱 我唱的很烂 我有什么错呢 或者我是乐评人 或者我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词曲作者 我在词曲作者做我自己的歌的时候 我拿了一把吉他 我唱的很烂 我有什么错呢 这就是个demo 或者是我即便出版了 我唱的不好 我是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创作人 我唱的不好 那有什么错呢 你不能拿不同的职业标准来衡量吗 是不是 你一定要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之前听过很多创作人 有很多创作人自己出专辑 自己唱歌 我记得好像很多年以前 台湾出过一张 就是音乐制作人的一个 自己唱自己作品的这样的一张专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袁维仁 那个小胖老师 袁维仁他唱真符 那哪有那应唱的好啊 是不是 但是他就是制作人 自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 自己唱了那么一个版本 我发现这张专辑里面 有好几位 这个音乐制作人 创作人 唱自己的歌曲 那你不能说 你说 在录音棚里面 制作人指导那歌手 你说你这句唱的不行 你这句没唱好 必须要这么做 有时候把歌手都骂哭了 然后歌手出来 怼制作人呢 那你给我唱一个 那不就神经病了吗 那你找制作人干什么的呀 制作人自己不会唱 但是呢他就会听 他就会让你告诉你要那么去唱 你说有很多制作人 自己不会唱歌 据我了解 你看我上一期提到的 在深入那个深深不息 里面我提到的 我说像欧丁玉老师 欧老师 张学友的金牌制作人 你听过欧老师唱歌吗 你让他唱一个 我估计他 他都不一定会唱歌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唱歌 他肯定不会有张学友唱的好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概念 大家要好好看视频 好不好 不要再把自己的 拿自己的无知当令箭 这样的话就是特别不好 我的歌 有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